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度代表团将采用视频形式参与 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说 英国时间5月4日晚上 他被通知是新冠密切接触者 但回顾他的行程安排 在5月2日苏杰生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5月3日苏杰生会见了英国内政大臣帕特尔 这个事直接体现出 英国出入境防疫规定的漏洞有多大 印度团队入境英国已经几天了 也不集中隔离一段时间 印度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英国还执意扩大机器会议 邀请了印度 澳大利亚 南非 韩国外长参加 英国人也是心态大 在5月4日晚上才检测出两名团员新冠阳戏 这几天天知道印度外交团队接触了多少人 英国为了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和拍美国拜登的马屁 这次在伦敦召开的机器外长会议终于扩容了 把英联邦的印度 澳大利亚 南非都找来开会 结果这下好了 印度团员在英国接触了一堆人后才确诊 西方社会又不搞什么健康码什么的 这几天有多少接触者被传染都不知道 印度外交团队奔赴了几千公里 结果到英国去开视频会议 何必呢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现在的规定是14天内到过印度的人 包括澳大利亚本国人在内 全部都不许入境 违反规定的要罚款33万或者判刑5年 又或者是又判刑又罚款 这是为了防止印度变异病毒传入澳洲 从现在的新闻里 我们倒是没有看到印度和澳大利亚外交团队有接触的消息 但如果有接触呢 那澳大利亚的外交团队回去要不要判刑呢 这一次G7外长会议因为印度团员确诊新冠 又变得乱七八糟起来了 有网友说有印度人参与的事情变成什么样子都不奇怪 我倒是觉得这次英国防疫的问题更大一些 英国卫生部疫苗部署办主任扎哈维 在今天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 他并不清楚目前有多少人被隔离 但扎哈维强调 英国的卫生部门和G7团队会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 大家看看英国官员有多么失位促三 连多少人因为接触印度团队而被隔离都不清楚 光表态英国的卫生部门和G7团队会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件事 有什么用呢 不是说民主体制非常会自我纠错吗 全球疫情爆发到现在一年半 英国还没弄明白出入境防疫该怎么做 西方媒体不是说只有民主和更加民主才能对抗疫情吗 巧合的是在5月4日两则旧文 在我们中国社交媒体上又被翻出来热潮 2020年2月也就是中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纽约时报中文网发了一条推文 内容是这样的 病毒谁身上都有 为什么有的人得病 有的人却安然无恙 这是因为不同的人抗病毒免疫力不同 危机的种子哪个国家都存在 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 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 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同 回顾全球疫情至今的一年半 纽约时报中文网说的很对 尤其是英国这次召开G7外长扩大会议 印度外交团队两名成员确诊搞得全团隔离 现在英国卫生防疫部门连究竟多少人被隔离都搞不清楚 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的能力不同 还有一个被热炒的旧新闻也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发的一篇评论文章 题目叫做防治病毒中国需要宪政民主 作者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 这篇文章中张教授写道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既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 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 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 论述到中国出现疫情 张千帆教授写道 折射了中国日常社会治理中的制度危机 制度危机不除 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的发生 反思制度问题推行变革之道 我们别的不说 就说张教授这篇文章里的预测与分析总结 与后来全球疫情的现实发展可以说是完全相反 这样的学术能力有资格在北大教书吗 张千帆教授写的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 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既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 这句话是指美国英国和印度的疫情发展吗 张千帆教授写的 制度危机不除 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的发生 反思制度问题推行变革之道 是指这次G7外长扩大会议 英国出入境防疫管理出问题 反映了英国政治制度需要推行变革之道 需要反思英国民主制度的问题吗 不愧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 思想真深刻 如果把论述批评的对象中国和夸赞的对象西方换一换 那就完美了 张教授和有约时报就能提前一年预测全球疫情的发展 也就不会上演这种铁锅顿自己 民主回宣标正中后脑勺 小丑竟是我自己的尴尬 我们最近常常在讨论中国外交部和中国其他的官方机构站在了争取舆论反击外部谣言的第一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原本该站在第一线的中国媒体和中国学者有太多张教授这样的人了 很多人说什么战狼外交 对方如果不是凶狠的恶狼又何须战狼外交 中国官方机构的账号发中印点火图 很多人说不合适 那今天美国使馆签证处发的这条微博 大家看看合不合适 这条微博是这样的 春暖花快 你是不是像这只狗狗一样迫不及待的想要出去玩耍了呢 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学生签证申请服务已经阶段性恢复了 还等什么 快快准备起来吧 认为中国官方机构的账号发中印点火图不对的人 是不是也该批评一下美国驻华大使馆呢 好了 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